狄英当年有多红?网报比林阴沉还红当家花旦横扫老三台时代。网推,年轻真的正。 最近一人孙鹏及狄英的独子在美国出世,一路红回台湾让媒体争相报道。 狄英近年来少出阴光目前,有人在网络上说现在的年轻人只认识孙鹏,对于狄英的认知只知道是唱歌仔细的,想问大家该怎么解释狄英当年有多红? 有一名有点年纪的网友出来解释,多红?我跟你说大概跟当红的林依晨差不多在考虑当年的电视只有三台,天天都可以看到她的话,说比年轻时比当红的林依晨还红,应该不算太夸张。 老三台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播歌仔细在对打,台式就是杨丽花领头,中式是黄湘莲,华式就是叶青,知名度是杨叶黄,而叶的收视率虽然输杨,但也有25%至30%, 25%就是几百万人看同一台的概念。 而叶青这边的当家花领就是狄英,如果一下就知道她的古装扮想,我想可以算是台湾歌仔细第一人了,能在老三台时代一档接一档都演花领,那不是什么靠关系就可以办到的。 再提到当时叶青这里还有个当家男角杨怀民,扮想很好看,真男子来演平常只用女生演的小生也会有。 戏剧化学反映,所以叶青歌仔细靠着这两人,后期声势其实已经追平杨丽花甚至超越。 戏剧化学反映,既然是台湾歌仔细花但第一人迪英在这方面的成就其实也不用再多说了。 网友表示,当年只有三台,能固定一直出现,真的是很红。 没必要因为现在不喜欢她,就否定当年的走红度。 印象小时候常在电视上看到她,好像几乎懂女主角,很正优惠眼,长大后看她上谈话节目发现她讲话好恰,那种破灭感令人崩溃X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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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